一个故事一部童话,欢迎回到童话故事会。 如果每天让你重复做一样的事情,你会不会感到厌烦呢? 今天,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只每天都被雪崩叫醒的小鹿。 鹿先生的房子坐落在常年下雪的丛林中,鹿先生的日常生活就是打扫自己房子周围的雪。 这天,他扫完雪回到家里,给自己倒上一杯热乎乎的咖啡。 喝完咖啡,鹿先生把杯子放到桌子的边边上。 你不要感到奇怪,事实上,如果你细心的话,你会发现鹿先生的家里,不管是书架还是餐桌,到处都是用绳子绑得紧紧的。 鹿先生趴在床上等待着天黑。 灯光一点点暗淡下来,鹿先生蒙着杯子睡着了。 半夜,一阵天翻地覆,雪崩了,可鹿先生的睡眠质量太好了, 家里翻滚的动静并没有吵醒他。 第二天,看到这一切的鹿先生无奈地摇摇头,把所有的家具整理好放回原位。 鹿先生拿着雪铲出了门,他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要清理这些挡在门前的雪啊。 清理完雪后,鹿先生回到房间给自己倒了一杯热咖啡。 像昨天一样,他把杯子放到边上,然后躺在床上等待天黑。 半夜,依然是不可阻挡的雪崩。 清晨,醒来的鹿先生依然要重复昨天的生活。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,鹿先生生活在循环的生活里。 直到有一天,鹿先生醒来后没有找到自己的雪铲。 他只好无奈地用自己的双手去清理积雪。 劳累了半天的鹿先生躺在清理干净的空地上,这空地赫然是一片玻璃。 突然,鹿先生看着天空上划过一个女孩的笑脸。 正当他感到欣喜时,一阵地动山摇,天啊,又雪崩了。 这是鹿先生第一次清醒着感受到雪崩。 他东摇西晃地在里面摇摆着,我们也随着镜头看清了鹿先生的家。 原来,鹿先生是生活在水晶球里的一个玩偶。 故事最后,鹿先生和天真的小主人对视而笑着。 是啊,每个玩具也有他自己的生命。 我们的举动赋予了他活着的意义。 而他的存在,也带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快乐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。